美国有一个叫罗杰·罗尔斯 是纽约州历史上第一个黑人州长 在他的身上就完全体现了这种所谓的心态重要性 这个州长他出生在纽约 当时一个环境非常肮脏充满暴力 而且偷渡者和流浪者聚集的叫大沙头的贫民窟 在那个地方生名狼藉 据说那里出生的孩子没有几个长大之后 有什么体面的职业的 他们从小就学会了逃学 打架 偷窃或者吸毒 然而同样在这里出生的罗杰·罗尔斯 却成了最后的纽约州的州长 为什么 因为当时有个校长发现 他们班级里这么多的孩子居住在贫民窟里边的 无所事实 上课从来不跟老师合作 经常不去上课 每天除了调皮捣蛋打架 就是和老师在上课的时候作对 还砸烂教师的黑板 校长先尝试了很多方法来改变他们小孩子的形态 却始终无济于事 不过校长后来发现这些孩子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他们迷信命运 都喜欢相信命运 看命运 只要是有关于命运的预测这方面的 他们都深信不疑 于是校长保罗抓住这个特点 就在上课的时候跟这些孩子们说 我会看手相的 你们小朋友把你们每个手都会伸出来 我帮你们好好看看手相 并有这个方法来鼓励他们 一个个看过来终于轮到罗杰罗尔斯了 当他把肮脏的小手递给校长的时候 校长非常兴奋地说 我一看你绣长的小拇指 我就知道将来你是纽约州的州长 我相信这个人培养一下也能看图腾 这时这个小罗杰确实被惊呆了 他从出生到现在 还没有谁给他这么高的评价 唯一的一次就是他奶奶说 他能够当个船长 不过比起纽约州的州长来 简直是小屋见大屋 于是小罗杰的心情顿时开朗了 对生活充满了希望 他感觉到 哎呀这个老师很准的 我可能过以后真的能当州长 从此以后衣服呢 也要像模像样 不沾满泥土 说话呢也不带那种乌言慧语了 始终都有一个未来州长的身份来要求自己 没想到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51岁的那一年 他成功了当选了纽约州的第一个黑人州长 这些都是真事 其实台长讲这些故事就是告诉你们 很多人说 我怎么能到天上去啊 我怎么可能在释迦牟尼佛边上 在阿弥陀佛边上 我去不了呢 这个世上无难事 后面几个字你们一起回答我 只怕 谢谢大人 所以 这个黑人的州长 在他的名言里面 他有一句话 人要学会掌控你的情绪 因为情绪是可以变化的 而且情绪是不值钱的 一个人要有乐观积极的心态 他才是非常有价值的 所以人生在世 我们不管碰到什么事情 顺其自然 促之坦然 得意的时候要淡然 失意的时候要默然 学会必是非口舌 教悟道之人啊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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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